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是大跌 中场的指数跌了287点 最多跌383点 所以开低震荡走低 成交量2458亿新台币 OTC也是同步重挫的 最主要原因在昨天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稻穷 昨天晚上跌了快1000点 我想这个盘势 我想大家今天一定会觉得说很紧张 其实我个人看法 几个方向跟各位谈 既然联准会他已经决定了 5月份升息两码 那接下来还是会有升息的动作 前天美国股市是大涨的 但昨天美国股市大跌的原因 在于说投资人信心不足 市场认为说 你这个升息的速度可能赶不上 经济衰退的幅度 所以昨天投资人在杀出手中持股 所以造成全球股市昨天的一个震荡 今天台北股市以连带 它也是跌破了 这三天的盘整区 甚至这个缺口也被封闭掉了 直接把这个缺口整个封闭掉 甚至有人讲 这个16219这个地方 会被跌破 我的看法比较不一样 虽然昨天我跟各位讲 我礼拜四就跟各位讲 联准会 会后的声明 会后记者会 他讲不会积极考虑升三 所以礼拜四美股市大涨 礼拜三的美股市大涨 礼拜四为什么大跌 我们刚刚已经解释原因了 那我昨天我讲 我说这个电子股 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我说四天内拉出 第二次向上跳空缺口 那不是说我不负责任 我应该是这样讲 在这里应该没有 单脚反弹向上的 这种条件 我当初认为 在这四天之内流出两个缺口 基本上来讲 是某种程度上交代了 在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经过一段下跌过程当中 再出现一个最后的一个缺口之后 然后在这里 从外面做换手 那这边为什么 他这个缺口 两个缺口都被封闭掉 即便是被封闭掉 我也跟各位讲 不远了 电子股的报复性反弹 不远了 几个理由跟各位做分享 第一个 现在全市场都在害怕 那跟几个月之前 全市场都在讲台积电好户 国神山不是一样吗 好 那第二个 不管是台北股市 还是美国股市 这一波的修正 其实都已经伴随了筹码面的清洗 好 那台北股市在这里 季报也陆续公布了 那有些公布的 或是即将公布的公司 数字很好的 他们在这里 都出现了一些怎么样 止跌的现象 所以经过一段下跌 那财报也陆续公布之后 这个时候丑媳妇 需要见公婆了 好 那还有一点 就是投资人信心不足 但是未来联准会 他的动作其实大概就按照 按部就班的是这样子 五月升两码 那六月份 七月份 或是缩表 其实市场上也预期到了 那已经预期到的利空 基本上反映到盘面上面 最重要的一点 各位 这些东西 其实 都是在一个 一大堆利空当中形成的 有一个利空各位忘记了 上海封城 那上海封城 当然 你未来 你看到公布 四月份的营收电子股 它会怎么样 不会很好 很多电子股 它比三月份要来得差 理由在哪里 就是因为三月 四月份上海封城 不只是上海封城 昆山 有很多地方 被封城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它四月份营收 它出不了货 但这出不了货 它的货不是不出 它是递延到五月份 所以五月份的营收 肯定会比四月份好很多 那上海或是昆山这些地方的封城 不可能无限度封下去的 我认为接近尾声了 你需要封这么久吗 你已经封了快 像上海已经封了一个月了 那个高峰 我相信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封 第三个重要原因 台币贬值 台币贬值 对外销股 当然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第一个台币贬值 对电子股有利 第二个上海封城 昆山封城 即将结束 营收会上来 订单不是消失 它只是地盐 第三个该预期的利空 连转会升息 也都已经预期了 那为什么昨天美国股市大跌 很简单嘛 再做一次最后的确认 所以我讲 今天台北股市的大跌 其实我直接跟各位讲 我比昨天更具信心电子股 要出现报复性反弹 你们要记得这一点 来 我们先看这个创意 这个创意率先站上月线 这波段反弹35% 掐头去尾 你不会买在364% 你也不会卖在496% 观众朋友 你看创意今天还很强 今天最高496.5% 还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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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没有 站到月线之上 这要月线 站在月线之上 从661跌到364 跌了40几% 他现在先站上月线 大跌之后 那你看他的获利数字 第一季算4块07 可以说是这次高 淡季 第一季淡季 去年全年 去年同期是2块3 去年第四季忘记 好 甚至于怎么样 第三季 毛利率在39%的时候 亲爱观众朋友 39%的毛利率 盈盈盈率都没有 都没有第一季来得多 第三季 毛利率39% 盈盈率只有13% 他盈盈率到14% 你看见没有 赚4块07 这是什么 跌升基欧股的反弹 4968利基 这个波段无独有偶 刚刚好也反弹35% 站在月线之上 利基更惨 从600多跌到170 688跌到170 跌了多少 688跌到170 688跌到170 这底部的这边都亮出来了 月线开始翻扬 那这个股票第一季才赚0.01 一毛钱都不到 它为什么反弹 它为什么反弹 最坏的状况过去了 第一个 主晶片缺料 第二个 上海供应链封城 反正所有的利空通通发生在利基身上 结果利基会出现怎么样 反弹35% 那这35%各位 你有赚到 没赚到 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竟然有这种股票 而且它是 算是 它不是那种没有量的股票 它是高价股 而且它是有量的股票 像这种 像创意 像利基 它都能够反弹 那代表什么 代表接下来会有更多公司 像利基 像创意一样 基欧股出现反弹 你再看新唐就好 当时涨到这里来的时候 车有MCU涨价 对不对 所以很多散户去追 看新闻去追 这也是事实 这不是假新闻 车用MCU涨价 而且MCU里面最纯正的 就锁定在车用里面 就是新唐 其他MCU还不见得 有车用的 就到205 跌到135 这样一跌跌多少 跌70块钱 70块多少 快四成 那你看 跌得够深吧 他在这里 是不是先站上月线 创新高 跌四成 先站上月线 那这个就是 当好股票 遇到倒霉事情嘛 你们都是恶物战争 你们都说这个要升息 结果新唐呢 公布第一季 创历史新高 新唐Q1获利创历史新高 直接上去 可是你再上去 你来到这里 你看这边好了 你来到这里 你就开始遇到压力了嘛 会不会到这里来 你先想 会不会到这里来 那如果到这里来 这样震荡震荡过去之后 假设又要准备去 突破高点了 是不是散户又下去买了 这边现在多少钱 169 这边多少 205 169 再涨两成 就逼近前波高点了 对不对 再涨两成就过高了 两成不多 两只停板而已 不用两只停板 再一只停板 就到这里来了 到这里来 大家又在讲新唐了 那不可能只有新唐 一档股票反弹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从最早的 立基4968 立基最早见低点 再来创意3443 跌了4成5 现在反弹过月线 再来到新唐MCU涨价 我请问各位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条件了 台币贬值 有利电子股 大陆封城接近尾声 升息利空 市场也反应了 那你根据这些条件 你不做多 难道 难道你要做空吗 你做空也要等反弹 到一定压力之后 你再来做空 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 每个都安慰你 要不然就说 农粮概念好 印度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 没有错 粮价在涨 小麦在涨 可是那些是在高档 你们可以去买 东简 汇光 这些农粮概念股 可以去买在高档 那你认为 你过去买高档的电子股 套住了 难道 难道你们认为说 那换成是农粮股 追高档 不会被套吗 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人 在这十字路口很彷徨 那我也告诉大家 其实最重要是 你现在你自己的股票 你分得出来吗 我们平心静气而论 如果刚刚跟各位讲 这些东西都不构成 你未来你要进场的 这些理由的话 那请问观众朋友 你们当初买股票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当初买股票的原因是什么 哎呀 老师别人说好 别人说台积电好 别人说什么什么好 车用电子好 那现在杀下来了 基本没有改变 为什么不去买呢 新唐第一经营 获利创新高 基本没有改变 车用电子没有改变 34430创意 产能有台积电资源 基本没有改变 所以各位你说说看 在这里你给自己一个 不敢下去大买的理由 如果这个理由 你现在说不出来 我可以直接告诉各位 主要原因两个 第一个 你手中的持股 你不知道该怎么换 反弹上去 跌得越深 好股票 未来给你的空间越大 但是坏股票呢 你如果没有把股票做处理 做处置 你反弹上来 这边弹一点 那边弹一点 你根本分不出来 到最后报上又报下 所以记得一点 你要先检视自己的 手中的持股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股票跌得非常惨 创新高 三月底创新高 四月底跌五成 三月底创新高的股票 一个月跌五成 这个跌幅比美国 很多股票跌得还要凶 跌五成 那我讲你在这里 你看融资大增 在这里你买到的投资人 如果没有持股诊断 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基本面 短线上面出现一个怎么样 供需开始失衡的问题 你一定抱着 很多人不会追高没有错 可是重点败在什么 刚开始回档就下去强短 370认为是高了 跌10块钱 360 觉得跌10块钱 一张少一万块 很多 赶快下去买五张 五张我省五万 就一跌又跌五成 对不对 可是杀到这里来 我讲 这已经破了 已经破了 所有人都套牢了 而且是急杀 那你急杀这个地方 你就注意 它真的短线上面 可能就出现一些止跌讯号了 我讲完礼拜四 是不是涨停 暴富性反弹 会不会来 是不是杀出量来了 一段下跌之后 开始杀出量 月经线扣底在这里 它会慢慢扣下去 它会慢慢扣下去 等到扣到这里来之后 这个月线很快 就这样顺利翻扬 那个时候股票 如果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它会上去 这叫暴富性反弹 我现在跟你讲什么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你们都不相信 你们都不相信 不要再杀了 不要再杀了 老师啊 我买在3103203304 那你赶快在这里做动作 你买在340 你不做动作 就算它暴富性反弹 短线上来 要涨回到330也很困难 今天在多少 210 210 210 涨个两成 涨到250 250离340 还有90块钱 可是从210 涨到250 是两成的空间 那你250到340 还有90块的差距 所以你套在340的 你是怎么样 不做动作 你都不可能解套 你只是账面上看 稍微舒服一点点 宇哥严禁于此 还有很多股票 你真的是需要调整 那每个股票 它调整的位阶 跟时间幅度 是不一样的 冒连KY 我说它反映第一季的这个季报 你要小心 台股最强是它 冒连KY 创历史新高 电动车 我们刚刚讲很多例子了 利基 4968利基 对不对 创意 然后 这个 这个 新唐 然后刚才又提到什么 这个 台胜科 帽连 这里面 其实 你股票你换对了 那真的差很多 精彩 对不对 跌很惨啊 台积电供应链 跌很惨 他这个 就跟 利基差不多 4968利基 差不多 你看 利基是降跌的 跌到这里开始跌出量来 精彩 更早跌 然后这里 一重 两重 三重底 一二三 这里开始出量 这一反弹 预创 准备公布营收 四月份 营收的部分 基本上四月份 我们刚刚讲过 四月份 很多公司比三月份差 所以我觉得OK 可是五月份 那个订单 从四月份的订单 递也 那会很可怕的 重点是 预创的主力产品 DDR3 它的报价 创五年新高 为什么 因为它用在WiFi 6 它用在5G基地台 好 那它具有车用晶片 它最主要是怎么样 又是IC设计 还有是低价 还有跟立基电拿产 股价怎么样 都没有涨到 一口气跌了四成五 报复性反弹 茂达 也是很多投资人 很关心的 老师跌到这地方 跌得很深了 不要讲这里 它前面还跌了一波 茂达从286 跌下来 反弹上去 又杀 杀这里来 杀180 从286跌到180 跌了100块钱 100块钱 第一季营收 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营收 创历史新高 我预估它赚4块2 挑战 挑战新高 那这些东西其实 利用大盘 今天跌了200多元 接近300点 今天礼拜五是 买进电子股的 最好时机 可是 赚钱的时间 不会只有一个而已 今天是情绪极度恐慌 美股大跌 台股大跌 可是我们看到说 在台股大跌过程当中 很多公司 它已经浮现了 这五年来最好的买点了 宇哥言尽于此 但是我不是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跟着我去买 为什么 我想你们的股票有很多 很辛苦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才是母亲节 那利用这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周末 加上加我的LINE 好不好 那假期期间 我来帮大家持股诊断 那这个礼拜 我们好好调整持股 我们一起再出发 先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辜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